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会继续《月光宝盒战神1T》 上次播出开箱影片拆解之后 都挺受欢迎的,收到很多观众的问题 上次试过玩到街霸4 KOF14那些 PC 游戏 当然可以调低解尽度,令它顺畅一点 但我亦都看到机器里可以插到图片卡 我想试插图片卡之后,会否有帮助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次开箱后,很多朋友问我很多问题 其中最多应该是关于Spyco 很多人问我可否连线一起打 上网就应该还不可以 但如果你有两部《月光宝盒战神1T》 插在一起玩,我是觉得有可能 即使用LAN去玩 但我拆了硬盘体内的东西 我就不太熟悉的软件 即使用这款 所以我还未研究到怎么办 但如果研究到,我会和大家分享 但大家先不要抱太大期望 因为始终有很多限制 在这个系统里面 其次,我拆了手机后 看到很多东西可以改变 虽然硬件上都有很多限制 因为CPU始终不是太强 而且系统也是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不是太 user friendly 即使支援度不太高 或者我真的不熟悉 我觉得 比较上很多东西有限制 Anyway 我看过 其实我自己也试过安装 是安装到Windows 看完我今天的影片 大家有兴趣 多点点赞 超过200个赞 我再拍一条影片 和大家分享如何安装Windows 今天想安装一下 Graphic Card 我有一张GTX1050Ti的 Low Profile 应该很适合插入这部手机 因为始终你放一张更厉害的卡 第一,它未必支援 第二,这部手机始终有张颈位 太厉害的卡 这部手机不够的话 都没什么用 所以我试这张应该都可以 本身这部手机的位置 可以插到显示卡 但是呢 首先真的要Low Profile 这些才够矮 否则不能放到 Joystick 的盖子上去 所以如果太大那些卡 就不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插这个位置 就需要 切后面这部手机 那我就没有工具去切这些位置 我呢 有个External 插GPU 那我就可以插在 M.2 的位置 虽然会 可能这部手机会 变得七八成 但是起码好过 跟机Internal 这部手机 对啦 所以我就插 我现在这个 这个大 这个就不关事的 因为我没有外置电 我就用这个电 去供给 这个External GPU 那就插在M.2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对啦 这样就插好 我就试过 其实插好之后呢 开它的系统呢 就不成功的 拌不多它系统里的 所以我就说 我不熟悉它的系统 它应该是 还没有安装 这个Graphic Card的 Driver 所以才不入境 但是我就 不懂有什么方法 弄到 如果大家有朋友 认识的话呢 留言私信我 告诉我 教我怎么做 所以呢 我就直接试 Belassera Belassera 就不用安装Driver 直接充电 那我一会 就会在Belassera 里面 试一下 PS3的游戏 对啦 对啦 那大家 给大家看一下 分别啦 虽然 在它的系统都用不了 但是呢 如果我用这部机 即我买了这部机 回来 我没有其他电脑的 那我想玩一下Belassera 玩多少游戏 因为 加上它的游戏 也有点麻烦 对啦 所以就 如果直接做一个Belassera 玩PS3游戏也好 玩Gamecube V 在它的Hard drive 里面没有的游戏 我都可以加在Belassera 玩啦 所以都不错 都是一个选择 好 廢玩不多 现在 先试一下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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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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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